大家好 我是Frank 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 加拿大省提名项目的寻宝系列 这个系列从去年的夏天做到现在 陆陆续续已经很久了 我们先后分享了BC省 安省阿尔伯塔 以及NB省的这些省里面的 一些宝藏级的项目 通常是对于一些大邻 或者说是海外的申请人比较友好的 或者说也不是专门是需要去找工作 或者说需要地区去做居住担保的 那么我们从每个省里面 寻找一两个这样的项目 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 今天我要讲的是海洋省 海洋省的Nova Stosia 我也会在结尾的时候 顺便讲一讲PEI 来讲一讲海洋省的这两个省份 有些什么比较特别的项目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Nova Stosia这个省 它是位于加拿大的东部 是紧挨着大西洋的一个省份 这个省份也是大家移民申请人 比较感兴趣的省份 因为它的气候相对来说 是比较温和一些的 冬天最低可能只到零下五度左右 然后又是靠海的 相对来说风景 这方面都比较好 那么Nova Stosia 它新斯科舍省 它是在加拿大的海洋省里面 属于规模比较大的一个省份 相比纽芬兰 它的地理位置要好一些 在人口上面 它比NB省和PEI 可能加起来还要多一些 那么另外 它有哈利法特斯 这个加拿大东部最大的城市 那么总体来说的话 它的对于新移民的竞争力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省有些什么样 有趣的项目呢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今天我要讲 这个NS省的两个 两个比较有趣的项目 第一个项目 可能是大家有所了解的 叫做NSEE 就是NS省 Nova Strasia的省提名项目 它和意义项目是连接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要求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NS省的省内 有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就可以邀请 注意看我们讲里面的细节 就是一年的 full time的工作经验 它是没有打分制的 也就是说 谁在NS省工作满一年了 限到限得 你满了你去申请 那么它就给你 它没有一个根据什么英语 什么工资 或者说毕业专业 这些稀稀古怪的东西 去打分 另外它也不限定具体的专业 它也不限定就业的行业类型 或者说是不是紧缺岗位的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在NS省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 那么你工作满一年的时间 全职工作满一年的时间 并且工作岗位 满足这个意义项目的要求 它不能是非常低级别的 纯蓝领工作 或者说纯劳力型工作是不行的 有一定的技能要求的 以前的NOC0AB 现在的T11R0123的类别里面 那么一个相当的工作 然后工作满一年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省提名 然后这个省提名可以给你加600分 那么直接走联邦 就可以快速的实现移民 这个项目它针对留学生是可以的 它是不限定留学生的工作和专业 必须要对口 那对于一些持有配偶工签的人来说 如果说你的爱人在这边上学 你持有配偶工签 并且你自身本来也满足意义的要求 比如说在来加拿大以前 已经有了一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雅思在6分 或者说以上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尝试这个项目 去找一个工作 去工作一年 我为什么说这个项目 是不需要雇主担保的 有人说我要去工作 我要去工作的话 是不是就要一定去雇主担保 这里面我需要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 我们在办理移民的时候 或者说跟一些中介在沟通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 什么是工作经验 什么是雇主担保 这两个其实是有区别的 所谓工作经验 那么对于加拿大的法律规定来说 你在加拿大境内 为加拿大合法注册的一个企业 全职的工作 他给你发工资 给你缴纳相应的社会福利的费用 然后他给你每年他有T4的表格报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有了工作经验 然后根据你的工作类型 你会有个具体的岗位 而雇主担保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每个省一级的移民局 他制定出来的对雇主的一些要求 他是在原来的上班 比如说上班的话 就是老板和员工 对吧 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要求 比如说对于安省 他要求雇主的年收入 必须在50万或者100万加币以上 然后他要求雇主必须雇 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司规模 或者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营收规模 而对于海洋省来说 大家常知道的AIP项目 那么他要求雇主去注册AIP 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培训流程等等 他会在雇主现有的基础之上 额外再增加一些要求 那么对于后者来说的话 凡是对雇主有额外要求的 不管是要求高还是低 那么意味着对于雇主来说 他就有额外的成本 而我们常说的工作经验 你只要去上班 那你就有工作经验 你只要有工资 你就有工作经验 你只要报税 那么你的工作经历就可以被证明下来 在NS省的意义的项目里面的话 他其实是要求你只要有 只要在NS省的雇主这边合法的工作 他并不要求雇主额外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雇主必须多大 他必须每年挣多少钱 必须已经有多少员工之类的 没有这样额外的要求 他也不需要雇主去做AIP 或者其他层面的注册 所以总体来说 这种类型纯靠工作经验去申请的项目 他对雇主的要求低 那也就是说人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的选择面可能会更广一些 你只要找到这个工作 并且雇主给你发工资 然后给你开在职证明的 岗位证明的文件 其实就OK了 那么这个项目的门槛到底有哪些 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对于留学生来说 如果你是去NS省留学的 你拿到了录取信 办了学签去上学 上学之后毕业 那么这一条路下来之后 你就已经有了一个毕业工签在手里 你用这个毕业工签 找到一份工作 注意找到一份工作 你的雇主不需要满足 AIP或者其他什么样 稀奇古怪的科科的要求 你就要找到一份工作 在这份工作上面 积累满一年的全职经验 然后你递交省提名 注意它这个项目仅限制于 NS省毕业的留学生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安省上学 上完学之后 我发现混不下去了 在安省我不好移民 我拿着工签去NS省 可不可以 对不起 不行 在NS省的话 他们只认本省毕业的留学生 但相对这些一线的移民省份来说 BC和安省其实现在很明显 基本上都是众理清闻的 基本上都是众理清闻的 连阿尔伯塔 现在也要求留学生毕业之后 学什么做什么 对吧 那个AOS项目的要求 那么NS省呢 因为它相对比较偏远一些 总体来说 它的移民的门槛 目前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去那边留学的话呢 在毕业之后 对于非理工科的留学生来说 你有工签 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找工作 哪怕你找一些跟你以前 经历专业 不是很相关的一些工作 你也很容易的有走联邦 省提名加联邦的移民的机会 那么这个项目对于外省的留学生来说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机会呢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其实在一开始留学的时候 规划的错误 他一开始的时候误入歧途了 或者说走了一些弯路 比如说学文科的人 跑去汪州华或者多伦多 那按照目前BC和安省的省提名的政策来说 在这两个省的大城市里面 一线大城市 而且还是学文科的 如果你读的是研文或者是college 其实你想直接毕业 就做大省市的省提名难度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读书 比如说在安省 我只读了一年 读了一年之后呢 我觉得哎呀 这样子我再读下去 在安省可能不太好搞 对吧 然后呢 我申请毕业工签的话呢 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我在安省只有一年的毕业工签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读完 你可以在外省读完了一个项目以后 然后呢 你转到NS省 去申请一个NS省的一年的学习项目 那这时候你就变成NS省的留学生了 对吧 他们目前还没有像曼省那样的 有所谓的排外的政策 说外省来的上升学的 我们不要 他们这点比曼省要好一些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些移民难度高的省份 读了一年之后 发现读不下去 那么呢 你把原来省份的项目结束 注意啊 一定要结束这个项目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用这个项目的时间 去累计工签 然后呢 来NS省 你再选一个别的什么项目 比如说一些热门的项目 然后呢 延长你的学金 再读一年 那么一加一 你既有了三年工签 同时呢 在NS省 你用三年工签 只要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 工作满一年 你就有NS意义的这个机会 那相对来说啊 我觉得对于一些移民难度比较高的人 特别是一些 一开始走了弯路的人 你还是有机会去修正的 那么NS省 我认为目前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走弯路的人呢 去修正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 对于一些夫妻配合 拿配偶工签的 那相对来说 也会更容易一些 如果你的配偶 在NS省电书的 你拿配偶工签 干一年活 提交省提名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 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是讲这个项目的一些 适用的人群和基本的条件 但是它的大门 它还是有着大门槛的 它的大门槛就是说 你必须满足CEC入池的条件 那入池的条件什么呢 是要达到雅思的CLB7 也就是雅思你要听说读写考到6分 听说读写雅思记类 考到6分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那如果说这个前提 你都满足不了的话 你就进不了意义的池子 那你进不了意义的池子的话 NS省给你加600分 也没有地方好加 对吧 所以这个是大前提 但是呢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是比较努力的 比较用功的话 你在这边上一年的学 或者说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认为语言还是可以考到雅思 记类的6分的 这个难度 通过努力 通过努力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那我们看一下历史数据 其实NS省呢 这个省是海洋省里面 最吸引人关注的省份 然后呢 它的主力的移民项目 就是省听民项目 加上AIP项目 基本上每年 省听民和AIP 差不多一半一半左右 一半一半左右 但是我说了 AIP它对雇主有额外的要求 意味着 一些灰色啊 或者暗箱操作的事情 所以这个项目 其实想以NS为目标的人呢 你需要特别的留意和关注 那么既然这个项目挺好的 我们怎么往前走 或者说NS省有哪些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对于留学生来说 首先你得录取 对吧 如果说你是以留学为目标 并且把NS省作为一个首选目标的话 这里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这半年多来 一年多来的一些 跟NS省打交道的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啊 NS省这个省份 其实海洋省 海洋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海洋省的教育资源 不是很充分 我指的是成人的college教育 NS相对好一些 它有好几所大学 有达尔豪西 有另外两所大学 有差不多三所 三到四所大学在这边 但是呢 对于成人容易申请的college来说 通常情况下只有两所 一所呢 是位于哈利法特斯主校区的 这个NSCC Nova Scotia Community College 那这个学校呢 是NS省最大的 这个成人教育的 有大专 也有研文 它的校区遍布整个NS省 那另外呢 在NS省北部的悉尼 它有一所学校呢 叫做CBU 叫做 Cape Burden University 那这两个学校呢 是目前来NS省 大家去留学的 主力申请学校 这两个学校各有各的特点 优点我就不说了 我主要跟大家讲讲缺点 首先一点 NSCC的申请难度比较大 它要求有高中的成绩单 它要求申请人提供 原来学校邮寄出去的 密封成绩单 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认证 有的时候呢 你必须跟原来的学校 去做沟通 它的申请的流程的复杂度 比一般的加拿大这边的 College 要基本上要难不少 要难不少 然后呢 这个学校 因为他们是本省 唯一的一个 这个成人教育的学校 所以说呢 他们有的时候会照顾本地生 有的时候会照顾本地生 会把国际生的录取往后面压 那也就是说 你想拿NSCC的录取 它的周期和难度 比一般学校要长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么 悉尼的CPU这个学校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一所大学 那么它在 它有研文项目 它也有硕士项目 但是呢 它的研文项目只招 有本科学历的人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大专毕业的 你还真不能升这个学校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的人来说 如果你原来的上学经历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你只有大专毕业的话 那你想去NSCC的话 可能只剩下这一个NSCC可以申请了 所以说这是挺被动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CPU这个学校 它如果你是本科毕业的 你可以申请CPU的研文 但是呢 CPU的研文 它的研文项目里面 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它只有商科和管理类的项目 这个学校它是没有 非常热门的计算机 或者说一些蓝领的岗位的 一些蓝领的专业的 那也就意味着说 CPU相对比较好申请一些 你如果有本科的话 你去拿一个两年的研文 问题也不大 这个学校对于旅转学也比较友好 但是你学的东西 可能不是完全在这边 当地是特别紧缺的 但如果你的目标是三年工签 那么你去那边上学 上完两年拿三年工签 这个目标还是容易达到的 那我们不能求全 对吧 如果你的目标定的不是很高 只是想在NS省有工签的话 CPU的申请难度 相对来说比NSCC要低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提早的去规划 提早的申请 并且掌握清楚 这两所学校的一些细节和特点 我们公司对这两所学校都有申请 每年都有好几个申请 并且对 特别是对CPU来说 对CPU的录取团队 我们跟他们的打交道也是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熟悉的 那么如果想申请这些学校的话 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更进一步的咨询和建议 这个规划策略 那其实也不用说太多 如果说你拿到这个录取了 对吧 你有机会到NS省来上学 那么你要努力的把学签做好的保证学签的通过 那么如果你是夫妻双打的 夫妻双打的话 当你的配偶的语言能力还不是特别差的时候 配偶有机会达到这个意义入词的语言要求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在当地可以让你的配偶去找工作 找到工作以后 他可以去做这个NS省意义的直接移民 那么找到工作工作满一年就可以做直接移民 然后呢 这个项目里面大家要注意 他现在现行政策他排除了一个掌位 就是你不能做餐饮服务主管 这个其实在每个省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每个省对于餐饮类的掌位都是不太待见的 为什么呢 第一加拿大不太缺厨师了 第二呢 其实很多餐饮类的food service supervisor 这样的岗位是用来买卖工作的重灾区 因为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餐馆 不管是中餐馆什么餐馆的 你一个中餐馆 你不太可能开一个软件开发的岗位出来 对吧 你只能是food service supervisor 那这个岗位是出问题的重灾区 所以说呢 NSEE这个项目 他现在排除掉了你去做这个餐饮经理的餐饮主管的岗位 做其他的可以 其他的只要是TER里面 零一二三级别的专业类的工作 专业白领或者专业蓝领工作满一年 满足入池的要求就可以去申请了 这个呢 我个人认为他对于一些大龄人士 并且是有希望把英语学到六分的人来说 你下面一步只要专心的去工作 专心找到工作 你就可以在NS省实现移民了 在NS省实现移民了 那么风险有哪些 风险有哪些 我觉得NS省啊 我们我们坐下来啊 目前最大的难度 其实还是去到那边 还是进去 也就是他的学校和专业的录取的竞争比较大 比如说NSCC 你要是想去NSCC这个学校上一个热门的专业 那你要提早很早 要提前很早的去申请 然后NSCC在这个双录取 特别是旅转学层面的配合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你只要一只脚踏进去了 后面来说相对简单一些 但是你踏不进去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那么第二个风险呢 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要满足意义 CEC的入池的门场要求 你要有至少国海外的 你要有海外的一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你的学历倒还好 学历没有特别要求 语言 你要达到CLB7雅思6分的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走CEC就可以了 然后呢如果你从事的工作 是专业类来专业类蓝领的 我记得CEC的入池 只要CLB5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从事的这些技工类工作 你考到雅思CLB5 差不多5分5.5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根据你工作类型的不同 语言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总体来说 这个门槛不是特别特别高 那么如果这个项目不行 你人又在 这个NS省有没有一些Plan B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Plan B的一些情况 首先呢满一年的经验的话 你可以分数好的 可以直接去做CEC 那我们就看不上省听名的NSEE了 对吧 如果我有机会打分打到480几分 470几分的 那我干嘛还需要去NSEE这里面额外加600分 我不需要你加分 对吧 我看不上你的加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做联邦 然后呢配偶 你要注意在NS省 在每一个这种移民难度不是很高的省份 一定要充分发挥配偶 夫妻双打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看一看NS省其他的项目 但是其他的项目呢 基本上都需要job offer 并且都对雇主的资格 有些额外的要求 然后呢 下面我还会讲 另外一个NS省啊 最近其实还有一个 大家可能忽视掉了 但是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项目 叫做International Graduates in Demand 这个是个什么项目呢 这个我下面花几张PPT呢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首先NS省这个地方呢 跟所有的省一样 它都缺两类工作掌位 一个是护理 一个是幼教 对吧 因为NS省其实本省的人口 已经快接近100万了 本省人口接近100万 但是呢 它这个省别忘了 这个省只有一个公立的 职业培训的学校 就是NSCC 然后NSCC一味难求 那也就意味着 NSCC毕业的护理幼教 可能都还不够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省提名 就是NS省的省政府呢 跟当地的一些私立学校 做了一些合作 做了一些合作 然后推出了这个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in Demand的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跟我讲一讲 首先 你如果是国际留学生 对吧 你是国际留学生 并且呢 你在NS省 你学习的项目是护理类的 或者幼教类的 注意啊 你学的专业 是护理类的 或者幼教类的 然后呢 在NS省上学 必须上八个月以上 必须上八个月以上 如果是护理的话 需要上研文 如果是幼教的话 上大专就OK了 然后呢 你在NS省的本省 注意啊 你在NS省的本省 找到毕业以后 找到一份全职的 这个护理 或者幼教类的工作 并且语言达到 CRB5 你就可以递交省提名 哎 我听我这么一讲 大家好像没有看到 什么区别吧 好像跟别的省也差不多啊 你去学护理 幼教找份工作 就可以移民 这个项目比我前面讲的NSEE呢 难度在于说 你必须是定向的工作 你必须做护理 或者幼教 那么好处呢 是说语言要求低一些 语言要求低一些 然后呢 对于也不硬性要求 你必须有这个 意义入持的资格呀 或者其他什么之类的东西 他这个项目的玄机在哪里呢 他这个项目是说 如果你在我这上学 上护理幼教 上完了以后 找到了一个护理幼教的工作 你去这个提交省提名 省提名交上去以后 移民局可以提供 公签支持信 很多人忽略掉了这句话 你说我是国际留学生 对吧 我毕业以后 我有毕业公签 我要你哪门子 公签支持信呢 那移民局之所以 愿意在这个项目里面 提供公签支持信 他其实就是为 本省的私立的学校 打开了大门 因为公立学校位置太少了 好多人想去上幼教 上护理 我有我了解到 在哈法那边的 你要想排队去上幼教 或者护理这样的紧缺的 岗的专业 在NSCC这个学校 你可能要等大半年 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 很多人等 很多人等的太久了 同时NSCC本身的这个毕业出来的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又有限 毕业生又有限 那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项目 允许NS省当地的私立的学校 去招收国际留学生 让国际留学生来这个学校里面 去学这个幼教和护理 学完之后 你只要找到工作 拿到招补offer NS省移民局就会很快的 以非常快的速度审理你的申请 我了解到的时间是7到10天 7到10周工作日 审理完了之后 给你出一封公签支持信 这里就解决了去上私立学校 上完之后 没有毕业公签怎么办的问题 那你只要上护理幼教 并且找到工作的话 那么你毕业移民局 给你出公签支持信 你是可以去办公签的 是可以办公签的 另外我也了解到 NS省的一些私立学校 他们的项目一般性是一年 一年42周到50周左右 满足上学的要求 同时他们也做一些 强化的这种实习 所有的私立学校里面 他们都会安排实习 那也意味着 对于找工作 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 你是有实习机会 实习完了你可以留下的话 那么你一毕业拿到job offer 就可以省提名 省提名两周以内 给你出一封公签支持信 公签支持信出来了 你就可以去边境办公签 当场领到公签 同时别忘了 你拿到省提名的话 你可以直接做联邦移民 那就是说省提名拿到了 一边拿到公签支持信 去上班 另一边可以把你移民的申请 交上去 那这个项目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它的速度比较快 如果你录取到了一个私立的学校 上一年学毕业了 你找到工作的话 你的公签和联邦是同时推进的 公签和联邦移民是同时推进的 在等这个移民的时候 你肯定要去上班 你肯定要去给你工作job offer的这个地方 去做护理或者做幼教 但是同时你的移民已经开始审批了 等个一年左右移民下来了 那在理论上来说 可能两年多一点 你就可以在NS省拿到这个身份了 拿到这个身份了 求学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 然后也允许私立学校的学生去上 但是我们不能光说好听的 对吧 我们光说好听的话 就变成了忽悠人了 对吧 那么我们要讲讲它的风险 风险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留学生 你申请私立的学校 办成工签过来了 你在私立学校里面上学了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没有人给你这个护理 或者幼教的offer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申请省提名 没有办法申请省提名 就没有办法去拿毕业工签 那这时候怎么办 其实如果说 因为所有的事情 它都有这个风险 如果说你想求快 你这个项目如果成的话 我两年就可以拿身份 那这是很吸引人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不成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有了退路 如果不成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你在入读私立学校的时候 你就要明确知道 我这个工签 或者说我的工作 万一找不到的话 我要给自己一个退路 这个退路是什么呢 你在开始私立学校上学的时候 就同时 同时去在NS省的公立学校的热门专业里面 去排一个位 对吧 那这样 即使私立的一年上完了 你没有拿到毕业工签 那么你这个时候 毕业之前或者毕业后 转去上公立学校 你还是可以 可以仍旧在公立学校里面 累积这个上学的时间 并且去拿到正常的毕业工签 对吧 这个我觉得 对于一些特别想求快的人来说 或者说今后确实愿意从事护理幼教的人 是可以尝试着去冒一下这方面的险的 这个险冒成功了 你的移民确实会快很多 那如果说不成功 你在有学签的情况下 哪怕你上了一年私立 在有学签的情况下 你也是可以很容易的转入到公立学校里面 去继续去上学 因为 为什么这个项目存在呢 因为就是绝大多数 想去公立学校学幼教或者护理的人 等的时间太久了 对吧 那你以去等着 或者说对于做旅转学的人来说 你以去等着入学 你不如先去私立学校里面挂着 对吧 挂着之后万一成了 哪怕有50%50%的成功率 它万一成了 那么你这个时候的移民速度会快很多 万一不成 你也提前学了一年东西了 你还可以转入到公立里面 继续去累积工签需要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值得关注 然后我们最近其实也跟这些私立学校 做了一些接触 然后他们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里面的情况 包括他们的就业的情况 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这个也是目前 被留学生关注比较少的一个项目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到 这个宝藏项目里面来讲 它是一个挺有趣的项目 大家可以再深入的看看 如果是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约着咨询的时间 我们可以详细的跟你讲讲 或者判断一下 对于你来说 做这样的项目是不是比较合适 我觉得适合在NS省的陪读的家长 适合NS省的陪读家长 或者说你确实就以幼教和护理为志向的 但是想申请到公立学校 又怕等的太久的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认真的去考虑的 这个方向 好 那我们讲完NS省 我们顺便给大家增加一个bonus内容 就是我们讲讲PEI 这个图片是PEI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它我们称之为大茶壶 它在去年的风暴里面被吹跑了 但PEI是挺漂亮的地方 然后PEI的全称是爱德华王子岛省 它是加拿大的最小的一个省份 大家注意看 这个加拿大地图这么大 它在右下角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 它靠近Nova Strasia以及NB省 它是一个岛 它是一个岛 这个岛上面有差不多15到16万人口 然后这个省份其实也是留学生比较 也是有人愿意去的一个地方 它有一所大学叫做UPEI 然后当地还有一个职业技术的学校 叫做荷兰学院 Horland College 我们经常翻译成荷兰学院 但是跟荷兰好像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那么PEI省 它也有个异议 项目联通的省提名 然后它是通过打分来提名的 但这个项目挺有意思 为什么我要拿出来讲 就是PEI那边的留学生 PEI这边的留学生毕业了以后 他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情况提供给移民局 比如说语言 年龄 学历 工作经验 然后当地的这些 是不是有招募offer 是不是有一些亲属什么之类的 然后满分是100分 他可以去参与打分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 PEI移民局 几乎他每个月都会邀请差不多一两百号人 从打分里面去邀请 但是他从来不公布 从来不公布他打分的最低分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自己的判断告诉大家 因为他打分太低了 因为他的这个分太低了 所以说一方面他不太好意思公布 另外一方面公布了以后 可能会导致过多的人涌向PEI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 其实大家是可以关注的 如果你在PEI留学 那么你毕业之后 你有一个打分的标准 如果你是在这边有工作经验的 你也有不同的打分的尺度和标准 总的来说PEI的这个地方 因为比较小 相对来说国际留学生 或者说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的移民的难度还是不大的 所以我就顺便在讲完 讲完这个Nova Scotia之后 顺便讲一讲PEI 然后其实我们总结一下海洋省 海洋四省 其实它的移民政策挺有意思的 每个省都不一样 我们先把纽芬兰排除 我个人很少坐纽芬兰 因为纽芬兰实在是太远了 你坐飞机过去 等于到了加拿大之后 又去了另外一个国家 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不是很方便 那么剩下三个省 NS省 NB省 PEI NS省的特点是入学难 因为它特别对于大龄人士来说 NSCC的录取比较麻烦 CPU又只招本乘生 对吧 还有一些大学 像达尔豪西的录取要求太高了 NS省的主要门产 其实是在学校这边 然后NB省 NB省他们家政策经常有变化 但是你只要有机会去那边上学了 你毕业就可以直接移民 上次我讲过NB的 Student Connect 那它的这个政策 导致了NBCC的NB那边的 College的录取已经排到了2024年9月份 他们已经不收2024年1月份的学生了 从2024年9月份开始收 那么它的排队时间是比较长的 PEI呢总的来讲 录取难度不大 PEI这边的UPEI或者荷兰学院 它的录取门场不高 而且荷兰学院对这个双录取旅转学的 这个接受度也是比较好的 PEI主要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它是一个岛 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封闭 然后当地的人人口啊 工作机会比另外两个省相对都少很多 那么地理位置的一些限制 使得它失去了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呢 PEI确实是这三个省里面上学最容易的 录取 不管是直接录取 不管你是上大学也好啊 上College也好啊 做双录取旅转学也好 它是海洋省里面做录取 相对来说最容易的 所以你看其实每个省 它都有非常具体 独特的一些政策的细节 所以说我们也很难 也很难有一个 就是适应所有人的项目 但是呢 我们要仔细的去做功课 去研究每个省的细节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讲的这个NS省的省 省提名寻宝 就讲到这里 我跟大家介绍了 NS省的意义和NS省 针对国际留学生的私立学校的一些 护理和幼教专业的一些特殊的政策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来预约我们的资讯时间 我们可以针对您的具体的情况 来对有针对性的 做省提名方向的这个移民的一些规划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